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植物解說員 植物解說員當然就是介紹新聞啊 然後 因為我知道這個就是馬蛋 就是要介紹這一顆 不是這一顆 這兩顆是不同的樹 這顆不是我介紹的 這顆就是我介紹的叫做 山蘭 它是屬於山蘭科 山蘭屬的植物 它 不要看起來非常小小顆的 其實它可以長到 很大顆 因為這裡它還是比較小顆 而且它長得 比較不正 所以它才會看起來很小顆 在這邊看起來很小顆 然後別的地方可以長到 很大顆 可以長到十公尺左右 最早 可以長到十公尺左右 然後 它是屬於山蘭 然後它的很多別語 然後有 叫做石松啊 然後石龍啊 然後還有 它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別語就是 豎琴 大家可能沒聽過山蘭 但是它就是豎琴 然後它是屬於 蠢綠性的蠢綠 然後什麼是蠢綠 蠢綠就是 你在秋冬季節不會大量落葉 而且 葉子都會很像這樣 秋冬季節都不會 像風樹嘛 風樹不是都會做到 都會變環然後 把葉子都一次落環環 那就叫做落葉 然後像這種呢 就不會害 連刺激都不會大量落葉 再來就是蠢綠 那什麼又是蠢綠呢 蠢綠就是比樹高超過三公尺 樹高超過三公尺 然後就是蠢綠 然後三公尺以下 就是灌木 但是這要木本的喔 這個限定要在木本 木本植物 才能這樣做 然後現在 我們來介紹它的葉子 它 你看 它是葉護神 什麼是葉護神的 你看 就是 它們兩個 長到不一樣的地方 不會像有些葉子 兩個長 就長到正對面 長到正對面就是對神 然後 然後它葉背 這樣子 銀色銀色的 然後如果 你把它這樣子 拔下來的話 會有很多很多的蠢綠 那 這個 就是 比較 比較小顆的是我們盡量不要拔 然後 拔下來會有很多蠢綠喔 就會一直低 然後它 它花是在 三四五月開花 就是 就 它那時候開花 然後 然後 它果實又 跟花梨很遠 大概七八九月 才會有它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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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 所以跟它花梨很遠 然後 我今天的 解說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